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会和大家说两件都是与内地有关的事情 第一宗新闻就是有内地女生在香港旅行员后大赞香港的五个优点 其实作为香港人的大家 当你见到有国内同胞下来旅行员后赞香港的话 正常你应该觉得开心 觉得自豪才是 但是我见到这个女生提及的论点令到我完全招爆头 因为井仔作为一个不久才去了内地旅行过两次的人 我发现她说的同类型优点其实深圳是做得更加好 所以就算有内地同胞去赞香港也好 今次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反对 我就不是刻意去踩香港就说香港很差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只不过是想作为一个真是经历过真是见过的人的立场 去告诉大家 其实内地是真的做得更加好的 接着第二个话题就是 关于原来内地现在有很多的拍片人士 他们为了拿流量 为了拿观看数 为了钱 做了很多不道德的行为 包括了 假扮病 假扮自己患上了末期的癌症 接着有些就去请一些无任何血缘关系的长者 扮可怜 然后就说自己欠人很多钱 接着就希望网民去打赏 第三 就是说一些网红 明明他们很有钱 明明他们平时生活就周身名牌 但是 特意对着镜头面前扮穷 正间就着这个状况 和大家聊聊 当中会引用到华记正能量作为一个例子 另外 亦都想做一次的节目预告 在今日的神早新闻和第一条片的时候 忘记了说 有点后悔 在今晚九点的时候 井仔会上载一条很特别的影片 大概七分钟 这个对于井仔来说 是相当好的影片来的 大家记得在今晚九点的时候 就期待一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下隔离的小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一个内地的女网红 就在小红书发文就说 近日在香港去了坚尼地城 和维多利亚港等等的地方 就形容 香港真的很干净 接着他就说 香港的干净 是完全震撼了楼主 又列出五点在香港旅行的感受 包括 香港很干净 没有灰尘 基本上他的鼻敏感 就没有在这里再发生过 接着又说 香港的车就很精致 很干净 很可爱 接着又说 香港就真的很小 想着玩四天 但去到第三天的时候 就已经不知道去到哪里了 接着 香港的消费 似乎比起疫情之前 就没那么高 然后他就说 明天自己就要回北京 北京就比较灰蒙蒙 唯一佩服香港超级干净 铁文就引起很多网民的热议 有些人就说 其实因为你只是去了 香港岛的某一个角落 只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你当然不够去 如果你去到九龙岛 去到新界的话 又或者香港岛 你去到另外那一边的话 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的 不是说除了市区 只是购物之外 就没有其他东西做 香港的郊野公园 都有山有水都挺舒服的 好了 直接直入正题和大家说一说 这个女生 我觉得 她可能只是在 坚尼地城那些位置旅行 没有进去九龙或者新界 所以她就说 香港真的很干净 其实我自己也打了个问号 因为 当你去深水埗 去黄大仙 去观塘 去葵冲的时候 我相信 到其时她就不会说 香港真的很干净 因为 只是用黄大仙为例 黄大仙也是一个旅游地方 黄大仙庙也有很多旅客去 然后 附近的 智连镇院也有很多人去 但是黄大仙这几年 很多工程 就像那个启钻院 打桩又是层 然后启钻院又还没建 所以 都还是打桩 都还是有很多东西 还有 黄大仙地铁站 上面那个 简约公屋 地盘又开始开瓶 所以黄大仙来说 现在也是很多灰尘 当然 就这样用我自己住在黄大仙的角度去说 就太过狹窄了 跟大家说些阔一点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在十几年前的北京 就真是烟雾厉害的 烟雾是夸张得 根据当时的新闻 就算你戴N95口罩 都不是太搞得定 口罩个个灰灰蒙蒙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但是 去到现在 今时今日 在内地 无论北京也好 深圳也好 还是其他省份也好 很多关于烟尘灰准的空气污染新闻 其实是消失了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那为什么会消失了呢 是不是删除了新闻 就当没了一回事呢 当然不是 我自己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当我第二次 上到去内地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去坐了那座云巴 其实云巴所身处的位置 是在深圳 就比较偏远的地方 近着惠州那边 同时那些地方 亦都是对于深圳来说 比较偏僻 所以那里是相对比较荒谬的 还有周围都是一些建筑地盘 在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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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都好像没有太多层 我有点后悔我没有把那里拍给大家看 除了輕建本身的技術先進 用了一些不會到處揚起灰塵的技術之外 最重要是在內地的城市 對於一些比較污染嚴重的城市 他們是擁有噴水車 或者叫灑水車 這些車會有很多架 不是只有一架 在不同的大街小巷 總之車路走到的就走 然後就不斷向天噴水 情況就像人工降雨一樣 但是那些化學人工降雨 是希望去拯救缺水的環境 希望去拯救土壤 但是現在在街上找一架車噴水 就遠遠未去到人工降雨這個地步 但是噴水來做什麼呢? 當然噴出來的水 是故意把它變成一個水墓形式 目的就是希望 把空氣當中所有的灰塵 那些泥沙那些 就會隨著那個雨點 被雨點黏住了之後 就帶去下水道 還有就算你說有灰塵 未必全部去下水道也好 最起碼 就是能夠把那些灰塵 去到你鞋底 或者最多鞋面的地方 就是說你最多就是鞋 會比較容易污租 但是最起碼呢 空氣中的微塵粒子 不會吸入你的呼吸道那裡 總之就是不斷降雨 接著要把灰塵掉到地上 那些狀況就是 為什麼我們經常會說雨過天清 因為下雨之後 那麼多雨水 是必定會把空氣中的塵埃帶走 帶走的 帶到水那裡 所以 國內政府的做法也是一樣的 所以你在內地走 可能你會覺得空氣很清新 但是對鞋比較容易污租 原因就是在這裏 還有我當時自己 都是見到一排排的噴水車 不過當時它們就沒有運作 就搏在路的另外一邊 另外以我所知 其實是MM 跟我分享的 他都說 其實北京都有類似的灑水車技術 因為這些其實不需要很高科技 而且北京和深圳不同 深圳附近沒有沙漠 但是北京呢 為什麼沙塵埃會這麼嚴重呢 因為附近有地方是沙漠 即是當季後風吹來的時候 如果是由沙漠那邊吹起 那就糟糕了 好像十幾年前的時候 大家看到 哇 北京煙霧離慢 但是現在為什麼少了這種狀況呢 不是說當局 365天 24小時 都找車到處去噴水 帶走那些灰獎 因為這個做法是自標不自本的 當然了 政府理論上都可以全天候去噴水車 但是呢 中國做事呢 就不會說腳痛醫腳頭痛醫頭的 不知道呢 在這段時間 這五年內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 中國科技的視頻 就是介紹過了 其實中國的科技人員 是研發了一種神奇的膠水 他可以把一些原本荒廢的沙漠的沙 因為呢 你用來建屋 你用來填海 你不可以用那些沙漠的沙 因為那些沙是完全沒有用的 對於建築來說 是建築廢料來的 你往往呢 能夠用來建屋 能夠用來填海的那些 通常在河流附近 一些泥土 一些沙石 才能滿足到的 總之那些沙基本上是廢物 但是呢 中國研究到一種膠水 就是令到這些原本是垃圾的沙 可以變成泥土 甚至乎可以進行植物的種植 那麼當然 遠遠就未去到能夠建築的地步 但是呢 你能夠把沙減少 能夠蓋多些植物 能夠把沙漠化減少 是說會令到這個沙漠附近的城市 是能夠得益 因為沙漠越來越少 令到附近的地方去沙漠化 減少環境污染 對於當地的居民 特別是和一些呼吸道有關的疾病 那個支出是有所下降 是保障著國民的健康 還有全世界的沙漠面積 是平均來說是倒退的 但是平均來說是倒退 但是對於很多西方國家來說 他們沙漠的面積是不斷擴大 但是為什麼全球的數目 看上去呢 全球的沙漠化是縮小的呢 因為是說 中國是一個國家 已經去沙漠化的威力 已經是頂著其他西方國家 他們能夠擴展環境污染的沙漠化的數目 所以大家知道 中國對於環保的推進是真的很好 再加上我自己親身都在內地呼吸過 我問心地說 我真的覺得內地的空氣質素是好過香港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在內地最起碼深圳 全部車或者接近九成的車都是用電的 你的車用電的話 你的路都沒有廢氣的 你看看香港龍長度 你試一下下去吸三分鐘 你看看你暈不暈低 香港用電的車是屬於少數 極少數 所以基本上 你現在駕駛車都是說 死氣喉在噴廢氣 噴了那些污煙漲氣 還有 如果龍長度又炒車 塞車的時候 塞車排放的廢氣是特別多 到時候 我這些龍長度附近的人 遭殃就慘了 所以 那個內地女生她說 香港廢氣很少 我完全不覺得 內地關於推動的運能車 是做得相當之好 因為 內地政府是首先興建了很多的充電柱 間接去鼓勵市民去用電車 還有 在發車牌當中 是有一些有道因素 是令市民自願去選擇這些電車 大家都知道 深圳的車牌有時候又說會分 單數日子就只可以這些車出 但是聽說 這個未查過不肯定 如果你是用電車的話 就會有相對的寬面 還有 講到一個我真實看到的例子 因為你有看我雲巴那條片 你就知道 雲巴的終點站 就是叫做比亞迪北的這個站 比亞迪一直都在推動中國運能車的發展 甚至乎 那時候 我看到有工業用的大牛龜 那些車 不知道是叫做16噸的泥頭車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那些很大的泥頭車 我站下去都遠遠未看到司機位的泥頭車 想不到原來連這些泥頭車都可以用電的 就是說 大家會知道 平時那些泥頭車的泥頭車經過的時候 嗯嗯嗯嗯 他們那些東西很吵 但是電車在我旁邊經過 當然我知道有輛車經過 因為你摩擦地面都有聲音的嘛 但是你會發現是極度安靜的 所以呢 在內地你戴著耳機過馬路真的很危險 因為你戴著耳機在聽著歌的話 你是很難聽到會有車接近自己的 但是香港呢 你戴著耳機都還可以 因為那些車夠吵的嘛 即是泥頭車在旁邊你一定會覺得很騷擾的嘛 對吧 但是內地是說連大型的車輛都已經進行著 這麼有革命性的改變 那至於那個女生就說 香港的消費就沒有疫情之前那麼高 那問心說 我作為一個間中會買菜的人 即是如果大家都有買菜就知道了 雞蛋貴了多少 豆腐貴了多少 你只是用這兩樣東西 你都明白香港貴了多少 對吧 所以呢 香港的消費不是沒有貴度 是絕對有貴度的 不過是說著 內地的普遍消費水平和人均的工資都提高了 那因為人工多了 所以你就覺得香港的東西沒有那麼貴 那這些其實是一個對比來的 還有我也想分享一下 在內地的消費 不再是說什麼 想著百多元就可以滿足所有東西做大爺 其實內地的消費水平是高了 即是說著 我們在內地消費用的錢是多了的 但是 大家要知道 假設你在香港可能吃某一類型的東西要300元 然後在內地的確是能夠便宜一些 可能是200元港幣搞定 但是對於某些人來說 一個300元一個200元 不是又是去到百多元的水平 不是又是覺得很貴 所以這些就可以去衡量一下 已經不會再說內地的消費是極度便宜 但是 你會發現 在同類型價錢來說 內地的能夠提供到 不論是服務還是食物 質素一定是比香港高了幾班 當然 你說內地是不是沒有了 又便宜又好吃的東西 有的 就像我吃的肉甲膜一樣 在香港起碼四五十元 但是內地的話 十元人就搞定了 但是這些就是 比較熟路 比較偏少少 比較偏少少的地方才找到 就像香港那樣 你在香港的遊客區吃東西 你當然是貴 但是如果 你知洞路 你懂得去深水埗 某一條街上吃東西的 那你也可以吃得很便宜 其實都是同樣道理 所以 有時候 有些人 回到內地旅遊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失望 因為他們會覺得 那些東西貴了這麼多 唯有是看看 你本身是否一個食家 本身是看你 懂不懂得去衡量 一種東西的品質 所以內地就不可以再說它很便宜 但是 調個詞語去形容就是 高性價比這東西 絕對是真的 所以 在內地旅行的時候 就應該要遇到多少少預算 不然 擔心可能大家 會和期望有落差 打個底 真的說 不會再 好像以前那樣 十元 吃了很多東西 吃到很飽 這種狀況已經比較少了 好了 講完這個 那就講下一個話題 在3月30日的時候 內地有一個25歲化妝博主 上載了一段8分鐘的影片 內容就是 自己患了癌症 很慘很慘 結果 被很多網民去留意 和轉發 播放量 攀升到2000萬 例如一條 井仔 能夠去到2000萬的觀看數的話 我已經想像不到這裏有多少錢 可能已經有十幾萬港幣 都不頂 由於這個話題 很多人留意 甚至乎是帶動了 為什麼癌症一發現 就是晚期這個話題 上了微博熱手 接著很多人去關心它 但有些眼尼的粉絲 看到了 原來這條影片 最後是加了一個聲明 聲明 就是說 本視頻內容純屬虛構 但是 這個聲明 只是顯示了0.11秒 就是說 在你面前查一聲 就馬上消失了 最後 隨著這件事 越來越多人知道 就被人發現了 原來這個人 是假裝幻想了 末期癌症 去吸引人 所以 最後 他就被人禁言 去處分了 另外 亦都是說 有些人 是故意聘請老人家 去一些爛屋 那裏 直接 老人家不用說話 接著 是說 拿著一塊牌給他 接著一塊牌就寫了 我很窮 我患病 接著我欠下了很多巨債 接著 家裡 養活的兒女 不是龍正 又或者 有殘疾的孫輩 接著 就叫人去捐錢給自己 第二 就有些鬥陰網紅 就假裝自己 被老公打 那些 放過鏡頭 接著 就拍到老公打自己 但其實 大家都在一起 接著 接著 這條片鬧大了 公安去介入調查的時候 就發現 原來 是為了拍戲而拍的 事先更加是討論過的 接著 最後那一款 就是說 有些人 其實他們本身就挺有錢的 但是 就對著鏡頭面前 裝窮 內地有一對學生情侶 他們就說 兩個人為了要共用生活費 要省錢 每個月 兩個人合共用1500元 最主要的省錢方法 是兩個人吃一頓飯 縮減護膚 衣物 和娛樂的開支 在影片當中 那女生被塑造成 餓得皮黃骨瘦的模樣 甚至乎 連吃一頓肉 都要獲得男朋友的批准 但是 就被網民質疑 就說 不是喔 你們兩個拍片 接很多廣告的喔 最後 也有她的朋友出來 踢爆 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日常生活 就不像拍片一樣 還要是說 平時都是身穿名貴的名牌衣物 最後又被人踢爆了 是透過賣慘的頻道來的 其實呢 說謊就真的很無謂的 因為你想想 當你說謊 你目的是什麼 你就是想多些人看 然後多些人給你錢 又或者有廣告箱 找你賣廣告什麼都好 總之全部都是和錢有關的 但是 一旦多人看的話 就代表了 大話被人踢爆的機會也很高 因為現在 無論香港也好 還是內地 還是美西方的網民也好 其實那些網民是很萬能的 只要夠多人知道的話 總會有人能夠踢爆到後面的大話 所以 既然作為一個注定會被人踢爆的大話 很明顯 大話被人踢爆之後 自己的下場一定會更慘 你自己還會不會特意跳進去火圈那裡 還有 反過來 就當你作了一個謊話之後 沒什麼人知道 沒什麼人看 所以沒有人踢爆你的 但是 既然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理會 那麼辛苦 搭個雞盆出來說謊 結果就浪費了自己一番心血 所以 根據這個邏輯推斷 無論你是多人看也好 無論你是少人看也好 說謊 都是絕對不化算的 對 跟大家說到一個題外話 說到裝窮這件事 猴子如果不是被人踢爆了他月入的話 相信他都現在在裝窮 之前 如果不是有人說 什麼踢爆他月入三四十萬 現在去到八十萬的話 他是不會這麼高調的 他是被人踢爆完之後 他才很高調告訴別人自己買樓 什麼 大家要光顧他買基金 他因為買基金才發財 最後一被人踢爆了之後 就立刻 由一個假裝黑衣的角度 就立刻 一聲就變成那些財大氣粗的 步伐戶角度 就說 超反正我就大把錢了 你們看也看不看也罷就 可能吸引了一群 喜歡聽有錢人 喜歡貪慕虛榮的人 去聽他說話都不頂 不過 其實作為一個拍片的人 有沒有錢這些東西 大家心照 你看看觀看數 其實大家都能夠計算到一二 當然 有些人可能比較少觀看數 但你看到可能 例如說 井仔突然之間有一天 真的拿著一件產品來跟你銷售 還有我沒有說明 我沒有收錢的 代表井仔在收錢幫人買廣告 對於這些狀況來說 其實大家可以計算到 究竟窮極都一定會有個譜 不過大家都知道 我自己是未試過收錢幫人買廣告 我之前幫Annis去銷售她的韓國炸機店 我也是自費的 接著 幫政賢會買過兩次廣告 全部都是我自費的 真是可憐 總之我自己是未試過收錢幫人賣廣告 那 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再去拜訪一下 去推廣一下她媳婦的地址給大家 不過我也是有自己的堅持 基本上大家都是同陣型的人 以我所認識的她 都是一個小女人 都是一個小商戶 大家是朋友的話 我一定是義不容辭 是絕對不會有任何收費去幫她 那繼續說回這些 裝窮裝慘的Youtuber 或者叫做博主 其實我會覺得 裝窮裝慘裝病這些 其實是負能量來的 叫做負能量 其實是糖衣毒藥的一種 有負能量當然會有正能量 正能量大家都知道 華記正能量 那待會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華記正能量 先說了負能量 當你賣窮賣慘賣什麼賣物的時候 沒錯 第一時間是可以吸引到很多人去看 甚至乎有很多人 是會願意慷慨解囊去幫自己 但這件事是否能夠長久地做下去 即是當你賣慘 頭三天的時候 可能會有很多人注意你 關注你 但是之後呢 之後通常就是無以為計 你哪會見過一個人 能夠透過賣慘 然後可以去拍片 連續拍到三年四年五年 根本就沒有 但是了 宣揚正能量的人 是將一些有益有營養 或者叫做 將資訊帶給人 將希望帶給人 將正能量帶給人的 拍片的人 即是華記正能量 我自己不是每一條片都有看 但是我偶爾都有看 大家就看到 華記正能量 是說從19年到現在 平均每一條片 都會還有三四萬人固定去看 為什麼觀看數這麼固定 就是因為華記正能量 是真真正正吸引到一群欣賞他的人 因為當你真的發自內心欣賞一個人 而不是說我可憐一個人的話 所以你為什麼可以 一年看華記 兩年看華記 三年看華記 黑暴都差不多過了三四年了 仍然看華記 就是因為大家欣賞一個 為大家帶來正能量 帶來資訊 帶來營養 帶來好品德的人 對不對 負能量除了賣慘之外 還有另一種負能量 不斷爆粗在找東西 罵政府 罵其他人 搞得大家很生氣 搞得大家很生氣 通常那些影片收視都不會差 但是大家想想 如果是因為負能量 因為你罵這個人 罵得很好 因為你的粗口爆得很流利 所以我就很喜歡聽你的時候 這些負能量 短時間內可以拔描助長 是可以催谷到一個頻道的成長 但是長遠 是不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我不舉例子了 大家心中有數了 所以我自己都會繼續保持正能量 不過我不會說改名 叫做什麼井仔正能量 我有自己的堅持 名字 恨不改名座不改姓 還有再做一次廣告 今晚9點出的影片 相信我 正能量是絕對超級無敵爆燈 那條影片超級正能量 如果有觀眾覺得不是正能量的話 我拍片道歉也沒問題 大家期待今晚9點那條影片 我做完這條影片吃完飯之後 都要盡快去處理9點條影片 否則趕不及出 好了 就這樣吧 拜拜